好,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麥克大叔 這間琴小姐豆漿店在燕基街 麥克大叔早了好一下,早了二十幾分鐘 躲在一個小巷子裡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人很多 那我們就吃看他們的產品 好,看樣子排個半小時應該是要了齁 拿著匣子一弄就好了 拿了時間去慢慢慢慢 那十個是嗎? 你包了幾個了? 要五百個就好了嗎? 要五百個就好了嗎? 不要再拿匣子了 來,小三,兩個韭菜好了 包好了 小三,你的兩個就包好了,十個 十個,九菜和六個 不用熱,還有兩個飯糰 六個,一百八十個,一百五三萬 六個,一百五三萬 六個,一百三十四百塊 一塊,一塊,一塊 一塊,一塊 一塊,一塊 一塊,一塊,一塊 一塊,一塊,一塊錢給了齁 好 來,謝謝你 你咧? 你咧? 這是他擺小米 擺小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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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什麼 我要熟豆漿 然後還要那個 薑豆蛋餅 然後一個小碗的涼麵 還要再講一遍嗎? 薑豆蛋餅,小碗鹹 對 然後還有那個小的涼麵 這邊吃 這邊吃 工藝到在收錢 OKOK 來,弟弟 薑豆蛋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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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燒餅蛋 對 薑豆蛋餅 OK 來給我原味 你好 燒餅油條條 這邊是全部的菜單 這是全部的都 更天的 一個先生的 他帶走這邊吃的 籃麵 好,謝謝 加辣 拉拉,來我給你拿一下 喔,好,謝謝 喔,謝謝 還是你加下去,放回去 因為那邊比較少人做 這是自己做的辣椒醬嗎? 喔,等一下,這是要加辣油 那個不是這個,這個加蛋黃 喔 喔,不會 喔,好 好,那 好 就 外外外外 辣椒粉的部分吧 好 因為上菜蠻快的 來不及講 好,這是鹹豆漿的部分 看得出來它這個是很濃郁喔 小米跟小熱 好,吃一口看看 喔,口味很好喔 吃起來跟那個 嗯 有一間很有名的豆漿店 但是 你給大家說 喔,護航啊 護航豆漿店 那個鹹豆漿有點像喔 好 喔,很好吃 來,碗來了 來,蝦米小熱 來,蝦米小熱,來 好,這也是涼麵喔 看得出來它 這樣滿濕的 那就趕快來看一下 江豆漿店 不是你們的 香豆三桌小貝 小三 你好 好,謝謝 要 不好意思齁 先後順序就沒有很順 好,這邊有蔥花這些的 好,謝謝 這樣起來齁 對 好 好 好,那拌好的 就是這樣子齁 吃一口看看 好,來了我來了 好 好 那個大廚不知道怎麼形容喔 就是那種 眷村涼麵的味道 成分我不曉得是什麼 但是吃起來就是 眷村涼麵的味道 好 味道很好 好 再來是薑豆蛋餅喔 能夠透露一點這個 涼麵裡面有放什麼嗎 為什麼是這個味道這麼香 蛤,就芝麻醬啊 芝麻醬 鹽啊 一點糖水 一點醋啊 早起的那個 就是這樣子啊 喔 那全這個店有多久的歷史啦 蛤,你聽你不要弄 我也不裁 這都是採訪的 喔,不是都採訪 喔,好,不好意思啊 不會啦 這個店喔 等我娘胎就有了齁 喔,這樣 是啊 這個還習慣嗎 呃,有 覺得很好吃 謝謝你喔 很多人都要來採訪 不讓人家採訪 這種生意就好了 年紀大了 沒有辦法再承受太多了 嗯哼 再來就老命就沒了 哈哈 養老金就好了 客氣 好,這個薑豆部分 就是麥克大叔小售上吃到的 應該是酸豆的味道喔 對對,是眷春嘛 對對對 好 那以上這三項都很好吃 現在是說跟年輕人一樣 那樣拍攝喔 我是個人的實際 好,那各位如果有到這個 延吉街這邊來 就可以來吃吃看喔 好,那味道都很好喔 那生意非常的好 好,那最後 以後有來就祝各位用餐愉快 掰掰 來了來了 一段一段一段 再來一次